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iMyFone台湾频道 很多人在编辑了Excel档案之后 都会选择最重要的Excel档案加密 但是如果你设置了太多不同的密码之后 将Excel密码忘记了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将Excel解密码呢? 今天的影片将和你分享 5个Excel密码破解的最佳方案 跟着我们的教学一起进行操作吧 方法一,用VBA程式码帮Excel解密码 这个方法只适用于Excel 2010、2007 和更早的版本 开启忘记Excel密码的档案 在键盘上按下L之键加F11键 打开VBA视窗 点选工具列上的插入模组 在VBA视窗中输入VBA程式码后 按下F5键执行程式码 程式将尝试破解Excel密码 方法二,用ZIP破解Excel密码保护 这个方法适用于2007到2019版本的 现有Excel档案 找到相应的Excel档案 右键点击并选择重新命名 删除扩展档案名XLXX 然后输入ZIP 打开Excel档案 为了删除工作表的密码保护 请导航至XLWorksheets 找到Sheet Protection标签并删除它 储存档案后,关闭编辑器 方法三,用Google DOCX解Excel密码 打开Google Drive并用你的Gmail账号登录 点选新增Google试算表 点选左上角的档案汇入 打下会有一个对话弹框弹出 选择上传 从装置选择受密码保护的Excel档案 上传后选择取代表格 汇入资料 忘记Excel密码的档案 就会在Google试算表中打开 点选档案下载Microsoft Excel 方法四,Excel密码破解 一战式解决方案,98%成功率 忘记Excel密码可能会导致Excel档案 无法开启或无法编辑受保护的档案 那么专业的Excel档案密码破解工具 iMyPhone Passport Pro就是你的最佳选择了 首先,点击说明栏中的连结 在电脑上安装Passport Pro后开启软体 将忘记密码的Excel档案上传 贴取对密码的了解程度 选择相关选项以便软体提供合适的解锁方案 点击开始破解 选择密码恢复的方法 并点击下一步 开始帮你解决Excel忘记密码的问题 等软体成功将Excel密码破解 点击复制 在打案开启时贴上密码 就可以成功破解Excel密码咯 方法五,Excel密码破解线上教学 使用其他Excel破解密码线上工具 比如Passport Online等工具进行解密 iMyPhone Passport Pro 不仅能够轻松破解Excel档案 Word,PDF,JIP等格式档案 破解也不在话下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最后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会随时分享 更多档案密码破解相关的小技巧 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区我交流 我也会一一回复大家的 拜拜咯